北西自义,一贯,义只是这个道理全体浑沦一大本处, 管是这义理流出去,贯穿乎万事万物之间, 圣人之心,全体浑沦只是义理,这是一个大本处, 从这大本中流出见于用,在君臣则为义,在父子则为人, 在兄弟则为友,在夫妇则为别,在朋友则为信, 又分而言之,在父则为子,在子则为孝,在君则为人, 在陈则为敬,又先息而言之,为事之名,听之聪, 色之温,冒之功,凡三千三百之仪,动容周旋之礼, 又如相当之条目,如见免者于谷者必以冒, 如或是或止,或酒或素,或温而立,或功而安, 或为居处之功,或为直视之敬,凡日用兼威而撒扫应对进退, 大而参天的赞话欲,凡百行万善,千条万绪, 无非此一大本流行贯穿, 自其魂伦一礼而言,万里无不森然俱备, 自其万里住见而言,又无非即此一礼也, 一所以惯乎万,而万无不本乎一, 一惯是天道一惯之,圣人此语向曾子说的甚亲切, 曾子中数,即所以形容此一惯, 借人道之时已发明天道之妙, 由为确定妾时, 改中即是一,数即是惯, 夫尽己之心真实无望, 则此心魂伦是一个天理, 即此便是大本处,何无不惧于此, 由是而愁促应皆, 三为万事,那个是不从这心做去, 那个道理不从这里发出, 即此便见一贯处, 古曾子之说, 于理尤为确定妾时, 于圣人之运尤为该尽, 而于学者尤为有力, 其尽道入德, 有可依据时下手处, 在学者做功夫, 不可列尽, 那所未依, 只当专从事, 其所未惯, 凡日用间千条万续, 各依经查其理之所以然, 而实见其是之所当然, 然后和万里为一理, 而圣人魂伦太极之全体, 自此可以上达以, 天只是一言之气, 流行不惜如此, 即这便是大本, 便是太极, 万物从这中流出去, 或先或红, 或高或下, 或飞或前, 或动或直, 无不各得其所欲, 各具一太极去, 各个各族, 无有欠缺, 亦不是天逐一去装点, 皆自然而然从大本中流出来, 此便是天之一贯处。